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現在俄烏戰還在持續 那會不會這個所謂的髒蛋的互咬 變成是一個新的衝突點 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現在其實 美國人是不是自己受不了了 所以呢就有30個民主黨的議員 要拜登積極的推動俄烏的停火框架 那再來呢 現在呢你看是不是因為 實在是因為俄烏戰爭 這烏克蘭用掉了太多太多 這這個武器 所以呢像刺針飛彈用到 實在是一個極致了 所以美國傳出來說 要用總統撥款權 把英式防空系統去轉移給烏克蘭 那甚至是一些比較舊的東西 都可以勉勉強強派上用場了 賴老師 彈藥庫 他一定是根據我 如果考慮到現在跟 未來的比較短的時間內 可能爆發了衝突的 應急方案 所以他的庫存量是有限的 因為彈藥有壽命 所以我生產製造出來的時候 我就等於是我的錢已經花了 那如果我判斷錯誤 我很久都沒有發生衝突 那我那個彈藥過起了 可能就會銷毀 那我就浪費錢 可是如果我的生產製造不夠 那一旦需要的時候 我就跟不上來 俄國就發生這樣的情況 現在的情形是因為 因為烏克蘭用的量太大了 那很明顯的 烏克蘭有可能亂用 也就是說反正不要錢 而且從你美國送過來 所以他們就拼命的打 拼命的打 那也就是說這些軍人來講 他比較安全 反正我只要看到差不多 我就打 那美國已經受不了了 因為美國彈藥庫 看起來已經快要孤節了 一旦美國彈藥庫真的陷入 紅線就是孤節線的話 他如果在東北洋 跟朝鮮發生衝突 他就沒有彈可以用 如果他在伊拉克 敘利亞跟伊朗 他們的民兵組織發生衝突 他的彈藥可能就會限制不夠 也就是我可能打幾波以後 我後面跟不上來 所以對美國人來講 已經開始有憂慮了 他們現在考慮到 就是說我把舊的落後的 提供給烏克蘭使用 舊的落後的 那你除了製造當地的污染以外 它的效果就比較差了 因為它的精準度 是比較差的 它對俄羅斯的威脅性就會下降 那這樣的情形下 那俄軍經過集結修整 完成了以後 面對烏克蘭使用落後的 美國的武器 那俄國的反撲的力道 可能就會出現了 那可是問題就在於 那你美國現在該怎麼辦 這場仗再打下去 之前都在看衰俄羅斯嘛 那現在美國供應不上來的時候 看衰了將是烏克蘭跟美國 對啊 那可是現在問題是 俄國一直在說 烏克蘭可能用髒蛋 然後烏克蘭這邊又矢口否認 就連美國 英國 法國 也發表聯合聲明 博士俄國的髒蛋指控 這個是很有趣的一門學問 因為美國 歐巴馬時代曾經在敘利亞 說敘利亞政府要使用化學武器 結果他說你使用化學武器 我就出兵去攻打你 結果第二天就是有人使用化學武器了 而馬上就拍視頻下來 指控敘利亞的政府軍幹的事 這叫做栽贓 日本也幹過這種事 說他的士兵失蹤 同樣的道理 現在俄國指控烏克蘭使用這個 也可能是美國也會使用這個武器 那這樣的情形下 造成了大規模的核污染 栽贓抹黑俄羅斯 俄羅斯不買單 所以俄羅斯除了我馬上給你們打電話以外 還要在聯合國裡面 提出要安理會嚴肅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問題就在於美國絕對否決 可是如果一旦發生以後 那請問那個張旦是誰幹的 俄羅斯幹的 還是烏克蘭幹的 新任的英國首相蘇納克 他發表他的公開談話了 那大家看到他其實在這一次呢 他特別強調的是說 現在無疑面臨到經濟的挑戰 沒有錯英國的經濟 是有很大的這個難關要度過 不過呢他有團結 這個強調不團結就是死路一條 好 那麼意思就是說 大家要趕快團結囉 那要面對現在未來的挑戰呢 那麼介大使他強調 一定要糾正前政府的錯誤 而且他說他會做出艱難的決定 所以現在呢 對於英國的經濟 他要設法讓英國脫困 不過大家呢 其實也關注就是說 那到底外界怎麼看他 那我想不僅僅是大家對於他的身價 有很多的琢磨之外 那當然對於就是他的對華立場是什麼 對不對 因為之前其實為了拼選舉 在7月份的時候 講過很多話 什麼要關閉孔子學院 防止中國透過文化語言培訓 建立軟實力 很多很多啦 不只是這一個 然後呢還強調這個 要怎麼樣這個對於中國大陸的部分 是不是把他視為威脅 我想那時候其實他都談過很多 那現在會轉變嗎 印度的總理莫迪 倒是衷心的祝福他 希望跟他展開密切的合作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呢 也回應了 說對於發展中英關係的立場 一貫的明確 希望同英方在相互尊重 互利共贏的基礎上 推動中英關係 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 那麼美國方面呢 則是拜登總統計畫 很快的要跟他通話 所以要趕快跟這個小老弟好好溝通一下 是不是還是要順應著美國的意志 來往前走 您怎麼看 我覺得就蘇納克他過去的 他的整個的背景 跟他這個在尤其財長的時候 那個表現來講 還有他受到黨內同僚 就是國會議員的同僚 高度的這些認可的支持的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蘇納克能力是絕對夠的 遠超於這個 這個特拉斯 跟甚至江省 而且看起來他不是一個很 很這個很tricky的 很這個好 我喜歡玩弄政治手段 一個民粹型的一個政治領袖 那所以我其實我認為 他如果說有一個好的一個環境 他應該可以施展他的長財 不過英國的這個狀況 基本上也不是這麼難 因為英國事實上的話 他事實上他還有北海遊田 對 他這個基本上還有這個 這個英國這個好 倫敦這個世界金融中心 那所以他基本上 他如果能夠把他的長處都發揮起來 那取長避短的話 我覺得以他的能力的話 我對他倒是還比較有一點信心 而且英國過去真的是亂搞 從江省開始 這些都是一些政治賭客 不是一個非常 怎麼講很decent 很這個好很正直的 或者沒有 沒有那麼那麼那狡猾的這樣子的政客 比較正派 比較正派一點 所以可是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他可能他的外部上面 可能還是沒有辦法避免 要跟著美國的政策走 跟著美國政策走 所以你看這個拜登 立刻就要找他 找他面 找他談一談 那所以我認為他對中國大陸的 這個政策來講 基本上沒有辦法改善 不惡化就不錯了 因為美國強大的 強大的 美國強大的壓力 英國的長期的外交政策 就是跟著美國屁股 做美國最忠實的跟屁蟲 那這是我覺得他 中國政治上 你不能對他有太大的期盼 那可是問題就是說 他可能可以控制 英國目前的經濟狀況 可是我不認為他能夠 能夠挽回 尤其是蘇格蘭的人心 那而且 雖然整個英國接受了他 他的同僚都接受他 並不表示英國的老百姓 接受他 那這跟他的種族背景 還是有關 因為我覺得 我後來發覺他是一個大富豪 他的太太 是有好幾上十億的 這種英鎊的資產 這個其實對他的同僚也是一個 對他的黨也是很大一個資產 這種富豪在這邊 英國在這種選舉政治裡面 他有特別的魅力 因為他特別可以施加影響力的地方 可是他的種族背景 我覺得更不利於什麼 更不利於將來蘇格蘭 要脫離英國 這個他可能 立刻面臨的一個重大的挑戰 也就是國土分裂的挑戰 那所以我覺得他可能到目前 或者到明年3月 那麼他都可以在英國的內政上 可以有一些不見得很亮眼 可以交出一些正面的成績單 可是我認為他最大的挑戰就是 蘇格蘭看到一個非英國 英倫三島人出來做了這個 英國的首相以後 我覺得會更加速 蘇格蘭人脫離這個不列顛國邪 海皇鮑魚乾貝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GTI714 享有折扣喔